由于持续一个多月的洪灾 泰国中东部多地已被肆虐的洪水完全淹没 正当灾民生活陷入巨大困难之际 一个由十余人组成的国际赈灾小分队 给困境中的人们带去了温暖和感动 10月27号早上7点 当我们的记者赶到事先约定的地点时 那里整齐地摆放着大量赈灾食品和瓶装水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赈灾队员们也已早早集合 7点一刻大家开始齐心协力 将所有赈灾物资搬到大货车里 此时我们的记者了解到 本次赈灾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是一名香港同胞和一名新加坡人 而这次已经是他们一个月以来第四次组织人员赈灾了 8点左右 满载赈灾物资和包括本台随行记者在内 一共13人的大货车出发了 它的目的地是受灾最严重的泰国春午礼府和巴珍府 到达春午礼灾区后 国际赈灾小分队乘坐当地居民提供的船只 进入到一个灾情最为严重的村庄 每发放一件物品 赈灾队员都会用微笑给予灾民们力量 物资发放完毕后 又继续前往相隔不远的另一个重灾区 而当整个赈灾活动结束时 夜幕已经降临 水面只能依稀看到远处受困人家的灯火 这次是我们第四次出发了 但是这次给我的感觉是蛮开心的 就是因为这次我们有很多国家的朋友 他们全是在泰国工作的 有新加坡 有马利西亚 香港 还有美国 还有其他国家 泰国的 我们一起去那个家区 去帮一些朋友 以后因为我们全部不是专业去帮人这些工作的 但是给我出来的感觉是很努力 他们是很努力去找这个灾区的居民 然后这个行动其实是很自发性的 动力是来自各方的 很多方面就是来自各地的朋友 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在这里 然后他们就联络了我们 说你们如果几时要去灾区的话 请给我知道 我很愿意去捐助 一整天下来 每个参与赈灾的人都疲惫不堪 但每个人的脸上 却绽放出花一样的笑容 让我们向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可爱的人们致敬 感谢他们对灾区百姓的无私援助 我们也期盼洪水早日退去 祝愿灾区人民的生活 早日恢复灾前的宁静与美好 东盟卫视MGTV记者王坤龙成功 泰国春午礼府报道